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国会议员 我们莎莎加沃先生 特别播出宝贵的时间 来接见我们台湾代表团 那这当中我们针对 他本身也是农林水产委员会的 一个召集委员 那我想我们透过 整个农业部分的一个交流 那农业本身面对到缺工的问题 还有少子化的问题 以及未来面对极端气候的问题 还有本身我们在整个 在农业方面如何保护 或未来面对极端气候如何因应 那这方面我们进行了交流 跟彼此交换意见 那我非常感谢 我们莎莎加沃先生 给我很多的指导 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深化 我们两国之间 本身的友谊 那当然我也希望建立 我们云林跟日本这边 还有跟管林市 之间本身的更深化的交流 那因为在整个种植的 这个农作物本身的不一样 种类品种不一样 因应极端气候 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进行了 一个意见的交换 我刚才能農林圈知事と我代表 我代表 我代表 農業にしても 環境の問題にしても 在各種意見交換的事情 非常有意義的な機会 我々は主義的農林水産委員長を務める 今年 今までの議論をベースにした 今回の法改正があります 日本の農業にとっても大きな分岐点にもなるし 転換点にもなるだろうし 大事な都市だと思う そういった中で発行して意見交換できたことは 大変よかった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わざわざおいていただいたことの心から 感謝を申し上げ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し またぜひまた建林のいいところも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ので ぜひそこも見ていただいて またご意見を賜れれば お互いの発展につな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